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刚才Alex也在说 他对商品前景的价格看得不太乐观 有个朋友Mae想追问 他说早上Wendy 他说想问你2840 SPIDERETF的操作 今价你又怎样看呢? 今价我倒过来相对比较看淡 原理都是一模一样 不要与联储局对抗 其实我觉得今价是一个飞升 在历代的角度下 不弱而同 对黄金的时机在哪里呢? 譬如说通质企业 或者印钞印到海水那么氾滥 之余联储局还在容忍 还不出手去疯狂加息之前 就是今价一个最良好的上升的动力 也都很坦白说 这个黄金由于在现在的10%多到那么平的社会里面 或者现在的金融我看来是相对古代进步了很多 或者是复杂了很多 未必进步的 应该是复杂了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但是黄金已经是不可以去回当年古老的时代 作为一个交易的一个所谓媒介 这个OK 因为很古老的时代里面都有金股位制 银股位制 或者是纯黄金或者纯白银的交易 这个 这个是建基于在古老的社会 他那些供应该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这样做的 这个OK 突然现在没有可能的 那变成就是说黄金 既然在一个这么复杂的金融体里面 已经不可以成为一个是交易的 是真正的媒体的角度 那变成其实它 加上也都近乎没有任何工业的用途 那变成其实它的利用价值 坦白说真的相对比较有限的 而且大家知道 房是金数都没有试收的 OK 那变成就是说 那个真正的那个是所谓保值 或者那个公用性 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 就承接我之前Openly所说的 它最大的利用价值 是在海水返南 钱比以为海水 在海水返南的时候 那个是所谓的 联储局是还在这儿 时不见的情况 才会令到那个金价 是有一个向上升的契机 那但是呢 现在倒反过来 这个海水返南 突然间是开始去浇推了 开始收水了 而那个收水的始作用者 就是联储局了 OK 但是变成就是说 其实金价是进一步的 那个是上升的动力 就近乎肯定是会着弱了的 OK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金价或者金股本身 我都不会说是特别看好 就是跟石油一样 甚至就是说石油 也都是因为和战争的关系 可以撑多一段时间 起码它都是升得比较轰烈的 就是近18天 但是我们看到金价是完全是没有涨的 即使你说打仗 又说5月9日 俄罗斯会宣布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金价突然也不涨 所以我觉得对于金价的物体 我都会相对是比较是天涨一点